Google Canada举办的图标设计大赛 根省五名入围全国决赛学生 当中有两名是多伦多本地美术学校的华语学生 Google Canada今次的大赛 鼓励幼稚园到十二年班的学生发挥创意 为Google主页设计图标 全国分为五个赛区 第一轮五个赛区选出十五名 合共七十五名优胜者 第二轮再选出五名 合共二十五名进入全国决赛 多伦多一间美术学校的两名华语学生 十一岁的徐凯彤 和十四岁的董役亭成功入围 这个是个楼 还有在里面有个扫描 扫描所有人的心 去看他们的想法 然后他们用了一些研究 他们在网上找到网上 去创意的想法 然后他们用了试试 去创意的材料 然后他们有了最终的想法 最近下了冰雨 就很不方便 交通很不方便 那我上学又take go train 又take subway 又有sub train 那我就很想 在一度去到别的地方 就是去一个好天地的地方 就是非洲和日本 全国五强投票 明天结束 市民可以去到 www.google.ca slash doodle for google投票 今个月25号 冠军谁属将于多伦多揭晓 冠军的作品将作为 google主页投票展示24小时 并获得一万元的奖学金 我现在先休息一会 广告又回来会继续报道 再见